幾個重點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我們在做廚房設計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動線非常重要 再來就是廚房的照明設備 哈囉大家好我是設計師豪哥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在我們這個老屋翻修啊 除了客廳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設計的重點 那這裡呢 常常是要跟女主人充分溝通的地方 大家猜猜看是什麼地方 嗯OK好 應該有些人是猜更衣室 那有些人應該是猜廚房 沒錯這兩個地方都是女主人非常需要 跟設計師來衝動溝通的地方 因為會常常下廚的地方 就是這個廚房 也是我們老屋翻修裡面設計的一個重點 那喜歡豪哥頻道的朋友 歡迎幫我們按讚 然後分享出去 訂閱記得訂起來 然後那個小鈴鐺記得打開 那我們每週五的晚上八點 就會來更新我們的影片 先來討論一下 就是我們在做偷天翻修的時候啊 就會在廚房的地方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來設計幾個重點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我們在做廚房設計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動線非常重要 那動線呢 就是比如說廚具啊 到上面的通道 或者是有中導的話 那我們這個動線的安排 還有我們的那個寬度 再來就是廚房的照明設備 當然我們除了做天花板 或者是做包板包管的話呢 還有一些細節會出現 就是可能會用櫥櫃下面的照明燈條啊 或者是我們開櫃裡面會有一些隱藏燈之類的設計 那也會跟女主人來討論 那第三個重點呢 當然就是豪哥之前也在影片裡面有分享過 在廚具設計上面的一些選擇 比如說我們把一個空間配置啊 配置出來以後啊 我們會在廚房的部分去做一個 廚具的設計 那廚具的設計呢 它有一個基本的寬度 比如說我們是做8尺的 就是240公分 還是L型的廚櫃 那這個東西呢 就會牽扯到裡面配置的一些重點 一個大原則 如果能不做L型的廚櫃呢 那我們就盡量不要做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在L型廚櫃的這個轉角的地方啊 通常都是廚具下廚櫃的直角的空間 這裡面 因為它是剛好呈現在直角的地方 所以你不管是從正面或側面開啟門片 取裡面的東西啊 都非常的不方便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廠商 有對應出一些轉角的五金可以使用 比如說轉角的小怪物啊 平拉欄這種東西啊 這種東西都可以解決 那一個轉角的廚櫃的部分的一個 使用上的狀況 但是呢 因為那些東西 其實也沒有說特別特別的好用 但如果空間允許的話 我們就盡量不要做L型的 是1字型的 使用上比較方便 當然也要取決於 我們的現場的物件的狀況來考量 在我們廚櫃的高度的設計啊 通常就是83公分到87公分 去看我們實際上使用的人的狀態 普遍就是比較矮一點的 我們可能在檯面的完成度高度上面就會設計在83或84 那如果主人是比較高挑的 可能是178 180公分這種高挑的 那我們可能會設計在87啊 88 90都有設計過 那這個高度的設計呢 是有一個符合人體工學的地方 就要跟你的設計師或者是你的廚具廠商來去討論一下 檯面上面的設計之前 浩哥已經有詳細的分享過了 主要就是不鏽鋼或者是人造石 或者是零石 這幾種我們比較常運用的檯面 也是跟大家來分享 主要的地方呢 在廚具設計的時候 盡量可以分配1到2個專用輝錄的插座 因為我們是整個老屋重翻修嘛 重建嘛 所以說我們的電線之一部分啊 就是要跟水電要去討論 既然要翻修了 在我們的水槽下面一定要預留一個插座 就是未來可以增加 比如說我要做除下式的進水器 甚至是我們未來可能要改成洗碗機在那邊 所以你要一定要先預留一個110的電力 甚至也可以預留一個220 為什麼 因為有些洗碗機啊 它是吃220的電 那我們預留在那邊 我們未來廚房的擴充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那檯面上呢 那我們一樣要預留一個110跟專用的回路 我們的這些電器啊 比如說烤箱啊 氣炸鍋啊 這種都屬於高耗電的電器 所以我們在重新拉線的時候 記得跟設計師說 這邊要預留1到2組的專用回路 給這些高耗電的使用 那這些是一個比較設計上的小巧思 好該講一下 就是我們在設計廚房廚具的時候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流程 也就是說它的動線流程 不是說我們在裡面走路的流程 是我們從做菜的流程 這樣來看的話呢 第一 我們一定是先放置一個冰箱的地方 那這個冰箱的地方 我們一般會預留大概80公分 或85公分左右 那這是符合目前這種雙開式的 大型的冰箱 600多公升那一種 那這個冰箱旁邊呢 就會緊接著一個綻放區 大概我們預留30公分的平台 那平台30公分後才會接一個水槽 水槽呢一般這種制式的水槽 大概是兩個規格 一個80或一個90 基本上水槽的大小都不太會變動 除非它的房子特別小 所以才會有那種60公分的特殊水槽 不然一般我們常規品就是80公分 90公分 旁邊在一個工作區 就是我們要切菜也好啊 處理熟食 處理肉類的海鮮的這個工作區 大概也會預留一個60公分的地方 所以會有一個冰箱 然後再來一個綻放工作區 然後再來一個水槽 然後再接一個工作區 那工作區最右邊就是我們瓦斯爐啊 或者是IH爐放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整個做菜的一個動線 那如果你空間夠寬的話 還可以做中導 那中導就是做在背後 就是我們這樣動線這邊煮完以後 就直接把手指放在中導 這就是一個非常合理 也非常順暢的一個做菜的動線 廚房我們之前在設計上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如果在怕油煙溢散的話 我們也可以做這種玻璃的隔間拉門 甚至我們可以做用木做盯起一個隔間 然後我們是用這種可以做開放式的 也可以做半開放式的 就是看我們的廚房怎麼設計 那常常會有一些朋友來詢問豪哥說 那我們看好像早期的這個廚房的牆壁 都是貼瓷磚的 那是不是現在普遍年輕人 他們可以接受 不用說整個牆面都一定要瓷磚 就其他地方就是粉刷就可以了 但是除了我們廚具中間那一段 就是上櫃跟吊櫃中間那一段 那我們這邊一定還是要做 比如說房件的一些處理方式 那處理方式呢 有幾種 一個就是用瓷磚來附貼 再來就是用這個烤漆玻璃 那再或者是用像這種 防火的美奈米版這種來做 那烤漆玻璃呢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要選擇烤漆玻璃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廚具下面那個玻璃 它明明是白色的 但是看起來為什麼有一點綠綠的 我們選的那一塊玻璃 你要特別跟設計師說 如果你要純白色的 那你就要用白玻璃 因為玻璃的本身看起來折射的時候 有時候會呈現一些綠色的反射 那如果你要真的是純白的 你就要特別跟他說要用白玻璃 而且甚至如果是我們的玻璃啊 後面也可以套一層鐵板 那鐵板這個東西要幹嘛 叫做磁吸玻璃 它也可以掛在我們這個廚具的中間那一段 它的好處就是說 當你自己去做桿子 吊桿或X勾 吊勾這種東西 要自己去加裝的話 你只要買到對應的五金 用強力磁鐵 就可以吸在那一個磁吸玻璃上面了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再鎖口在你的防鍵板上面去開孔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個強力的磁點 來懸掛這些五金 當然你如果要選擇配色的話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烤漆顏色要去選擇 那還是建議用白玻璃 讓它顏色比較精準 才不會說會呈現一些綠色的狀態 OK這就是我們廚具的設計 有一些髮型跟一些概念 在地板的磁磚啊 通常我們會建議不要用太光滑的磁� 為什麼呢 因為廚房畢竟是有燙燙水水 有油膩的地方 有時候太滑的話有沒有 如果家裡還有老人家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受傷 那現在很多像這種卡扣地板啊 或者是這種霧面的磁磚地板 也蠻多人選擇在廚房使用 那好不好清潔呢 我是覺得還可以 因為只要大概水質啊 或者是油質啊 稍微擦一下 像這種卡扣地板 它是抗水性非常強的 所以也可以考慮用在我們的地板的一些造型裡面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廚房的造明呢 一定要明亮 說你在切菜啊 或者是你在煮 在油炸這些東西 其實是需要比較足夠的造明 那通常我們都會做一些 砍燈大小來搭配 有些廚房啊 它是屬於空間裡面的暗角 什麼叫暗角呢 通常是這樣子 在我們的廚房的上面呢 當然會做砍燈 那因為你被一個吊櫃擋住了 這個吊櫃擋住的時候 有時候你在洗碗盤 或者是在切菜的時候 它的光線不是那麼的明亮 這時候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廚具的設計 在這下面加裝一些 連動式的感應燈條 可能是輕輕觸摸 它就整排可以亮起來 這樣子對做菜的人 會是一個比較方便的 再來呢 就是我們這個抽油煙機的選擇 三機的選擇 跟這個洗碗機的選擇 這個就要跟你的設計師 或者是廚具的規劃師 充分的先理解 比如說我下面要做洗碗機 或者是烘碗機的話 我們在翻修的時候 你的電線啊 甚至你的排水 就要先預留好 那如果我們是做倒梯型的呢 這個就要把廚具的倒梯型的 抽油煙機的插座 要先預留好在剛剛好的地方 為什麼呢 老齊啊 在抽油煙機的上面的插座啊 它是隱藏式的抽油煙機 所以它只要安排在櫃內的任何地方 可以插到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做倒梯型的話 如果你安排的地方不對的話 那到提醒就會看到一個插座跑出來 這個部分就要特別去注意 後續還要再靠修飾去處理 櫻花牌最近有出一個禁錫型的 那再來一種就是傳統的隱藏式的 當然它價格還是有差 所以在整體廚房的設計上面 就要去考慮到諸多的東西 以上是簡略的跟大家來分享 廚房設計的一些概念 如果還有更深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方來留言 然後知道我們在廚房設計的時候 還有什麼地方需要去加強的 需要去設計的 那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imei 我們下個呢 好的 我們下個ペー 我們下個大眾要請 這邊 我們下個大眾要請